美国国务院30日发布声明 美国屡次对该国施施制裁 源于误解太深 偏见过重 据美联社30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认为 柬埔寨本次选举 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未能代表柬埔寨人民的意愿 是民主原则的最大倒退 美国对此深感失望 作为回应 美国将考虑采取补充措施 包括扩大2017年12月底起 对该国的签证限制 但并未明确说明 追加签证制裁的具体内容 面对美国的质疑 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反击称 与美国的说法相反 此次选举非常成功 路透社援引柬埔寨国内报纸说法称 美国对柬埔寨存在很深的误解和怨恨 作为霸权国家 该国始终不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习惯 柬埔寨大选于本月29日举行 柬埔寨执政党 人民党宣布 该党将获得超过80%的选票 取得最终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CNN评论称 美国去年年底停止向柬埔寨政府官员和家属发放赴美签证 今年3月又终止了对柬援助 还持续抨击减执政党破坏人权 不承认该国选举结果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 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变得复杂 美检关系也再次更化 卢哥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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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